死刑已经执行了 怎么他没死啊 诧异 非常诧异 这是孙小果被判死刑的真实录像 一个原本被判了死刑的人 竟然又活了二十多年 从死刑改为死缓 再到无期 再经过层层减刑 直至出狱 这就是震惊中央的孙小果案 他的背后到底有怎样复杂的背景呢 一切罪恶的开端 还要从1994年说起 当时的孙小果年纪17岁 是一所武警学校的学生 他伙同四名社会青年 在大街上兜风 在经过昆明市团城南路时 突然看见两个女孩 在路边有说有笑 五个人瞪时起了胆心 把两名女孩直接拖到车内 随后开到郊区 对他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行为 完事后 孙小果把两名女孩扔到路边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扬城而去 案发12天后 孙小果等五人全部被捕 并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不过孙小果并未就此坐牢 因为他有个世间难寻的